胡卫庸走出被刘伯温拦下 他是承送宏都仍在坚守的情报 刘伯温高兴起自己判断正确 让他等大典结束后即刻呈上 朱元璋收到消息大为高兴 众将士也皆欢欣不已 朱元璋疑惑为何不见刘伯温 胡卫庸脸色一遍打起小报告 朱元璋也立刻变脸拂袖离开 心中暗骂刘伯温实在多嘴 既然把事情看得这么明白 就不该多嘴 如果你门嘴跑舌头 卖弄聪明的话 那就是你的不聪明了